大家好,今天和我一起到盖尔洛克花园去看一下 那里有非常美丽的玫瑰圆 我会把公园的地址写在屏幕上 另外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也会放上具体的地址 盖尔洛克花园坐落在多伦多附近的Ockville小城 这里据说是加拿大第二富裕的小城 福特汽车、加拿大分公司以及著名的咖啡连锁店 Tim Houghtens的总部都在这里 盖尔洛克花园一开始是由威廉上校 于1923年为他的家人建造的房子 他去世后,多伦多投资银行家盖尔德纳买下了这处房产 盖尔德纳以苏格兰小镇的名字把庄园命名为盖尔洛克 1972年盖尔德纳去世后 这座庄园被赠送给Ockville的镇政府 用作当代艺术家的公园和画廊,现在由镇政府管理 这个公园非常小巧精致,2017年这里发大水,公园被损坏了一部分 经过几年的修建,2021年重新开放了 这个花园里有一个小小的非常精致的玫瑰园 这个玫瑰园真的是令人惊叹的美丽 很多年轻人来这里拍摄婚礼的照片 也有很多人在这里举办各种活动 我们是星期六一大早去的,星期五晚上下了一场大暴雨 虽然经历了暴雨,早上能看到这些娇嫩的玫瑰花上带着很多雨珠 但是一进着小小的玫瑰花园,扑面而来的玫瑰花香 还是让你精神一振 这里的玫瑰花品种很多,色彩也很多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在很多玫瑰花的下部都写着有名字 有的是年代比较久了,都有一些牌子 另外的可能是新种植的,上刀还挂着吊牌 这么艳丽的玫瑰花需要多少人的精心劳作 确实它们是专业管理,很多花在盛开 旁边又有非常多的花苞 此起彼伏的,我觉得这一批开完了 第二批肯定很快又跟上来了 可是看看自己家的玫瑰花 开完了以后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有第二批再来 这里肯定还是有很多没有学到的技巧 真的是学无止境 看看这朵,焦滴滴的,还有这些淡粉色的 这个颜色挺特别的,一朵花上头好几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红色是我喜欢的 看看这朵,已经被鱼打坏了边,但是还是很漂亮 墙根下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地方 种了一大牌的绣球 开起花来一定也是非常震撼的 栅栏上爬满了铁线帘 这个铁线帘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还有这个紫色的 回头看看玫瑰圆,整洁 色彩缤纷,香气引人入胜 走出小玫瑰圆,前头是一个喷水池 喷水池里头,碎莲正在盛开 这里有好几个不同品种的碎莲 焦艳欲滴的碎莲 看看这个,旁边还趴着一只小青蛙 这是另外一个品种的碎莲 我们到的时候比较早还没有开 可能要等太阳出来才会盛开 两只鸭子看到我们想坐下来 慌慌张张跳上去和我们抢地盘 鸭子妈妈垫后 赶着小鸭子慌慌张张地过马路 一群大鹅,慢悠悠地在路的中间晃 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 可能他们觉得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吧 这些是今年刚孵出来的加拿大鹅 小鹅的毛还没长全 鹅妈妈带着它们吃草 鹅爸爸远远地担任警戒 公园里的花花草草 不论从色彩搭配 或者说从它们高低错落有致的排列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这个小小花坛引起了我的注意 中间那些绿色叶子,紫色梗的 竟然是紫色的鱼衣甘蓝 非常巧妙的搭配 又非常的好看 这些专业花园的设计 种植、养护 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 每次到花园里走一走 总能看到很多,又学到很多 你看到现在开花的这些 下次在自己花园里就知道 这个季节应该买些什么样的花 应该怎么搭配 这个小公园其实挺小的 你如果要绕场一周快步走的话 15分钟大约就可以走完了 但是如果你慢慢悠悠的走着 仔细的体会着这些花的布局 以及它们的美丽 是可以在这里待上好几个小时的 这里的环境非常的安静、干净、优美 很适合一家老小在这里野餐 小桥流水 漂亮的、可爱的狗狗 你简直想不到 这么大一只狗 也是很会撒娇的 看看它躺在地上那个撒娇的小样子 美丽、温馨的花园 漂亮的、小小的、精致的玫瑰园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